荣相究竟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把荣相的佐人当珍宝 我们查阅资料后发现 古时的画工可以描绘 刚刚逝去的人物 称为接驳 古时有人去世之后 一般要在死者脸上盖一方筹薄 画是写真实 须先将筹薄揭开 所以被称为接驳 接驳之法在司马光司马氏书役中就有记载 北宋时期已很盛行 明思遍路吉耀中称其为接白 凡转隐神 若其父母过时 其子尚无知 当于此后传之 金属所谓皆白也 所以荣相化的是人物的一项 也就是说荣相就是一项 继位一项 服务的不是活着的人 故事参考